。 遇到毋胖時 怎好? 你為何會發脾氣? 當然看到別人將事情做錯了 得罪我 我才會發脾氣 人為何將事情做錯 為何會得罪我 要多想想 那個人委託我 侮辱我 傷害我 我要想想 他為何會有這些行為 他對我不了解 對我誤會 我們彼此之間 沒有良好的管道溝通 所以才有這樣的現象 這種事情不要怪他 我自己也有不對的地方 就算自己沒有不對的地方 個室都在他那邊 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佛在《無量壽經》上說得好 特別是我們處現代的社會 看到很多人為非作大 令我們自己 有時確確實實 好像忍受不到 佛在《無量壽經》 佛在《無量壽經》上跟我們說 那些人為何會有這種行為 先人不善 不適道德 無有與者 無有與者 樹無怪也 佛講這些話幾溫和 那些人 他的父母 他的長輩 不懂得仁義道德 沒有好好地教他 所以他才犯過 才做出些違背法紀的事情 我們看到了 聽到了 應該原諒他 不要責怪他 這樣的心多平和 這種心量多偉大 我們應該要學習 不可以責怪他 就算教到他 他還犯過失 我們也要回頭反省 我教得不夠好 我教得不夠圓滿 我教他 他為什麼還做不到 不要把過失都推給人 應該倒轉頭來 自己好好想想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掃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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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